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咱们接着聊和珅的故事 这上回呢咱们说了 和珅呢 长得漂亮 相貌英俊 又会来事 特别会观察乾隆的脾气秉性 于是呢 乾隆开始提拔他 就凭这几个特点 就把他提拔成全世熏天的满朝第一高官吗 这不至于 和珅能坐到这个位置啊 那是因为和珅自有他的过人之处 今天呢咱们就聊聊 咱们都知道在乾隆朝啊 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使团 英国来的 马格尔尼使团来拜访乾隆 这后面呢咱们会详细讲 这使团有一个副使 还是副手 叫斯当东 这斯当东后来在回忆录里边就写 当时嘛 他们来拜见乾隆 和珅那是第一高官啊 肯定跟和珅打了不少交道 这斯当东呢就记录 说和珅呢 态度和蔼可亲 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 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你看这斯当东跟和珅之前素未蒙面 没有必要吹捧他什么 这个 这就是斯当东的真实感受 和珅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头一个 和珅呢 是个语言小天才 咱们前面讲他上学的时候 就已经精通了满汉猛藏四族的语言 所以呢 你看乾隆那时候写诏书啊 经常要用到猛语啊 藏语啊 这和珅都手到擒来 就光这一个特点 就让乾隆非常的欣赏 曾经在很多个场合 多次的夸奖和珅 说他成迅书 健通满汉 比如去年朕用兵之际 给前线指示记忆写这诏书 那都得是用清汉两种文字 就是满文和汉文 都是人家和珅写的 另外呢 正给达赖喇嘛 或者是蒙古那些王宫们 去写什么赤说等等 就需要用到蒙古和西藩字 西藩字就是藏语 这个呢 和珅也来得了 就这一项 满朝的高官你去找去 你就再找不到第二个 只有和珅 成旨书欲 俱能办理之如 再有呢 和珅呢 比那些其他的官员 对皇上更用心 这个用心呀 不是咱们普通意义上那种 大臣对皇上的用心 说我要帮皇上 怎么辅佐皇上治理好国家 不是这个 他更像是男朋友对女朋友的那种用心 天天就想办法让你高兴 能照顾到你各种的小情绪 比如说呢 乾隆喜欢什么 乾隆喜欢书法 那和珅呢就苦练书法 咱们前面讲过和珅 在上学的时候啊 在那个咸安宫观学里边 这书法写的就不错 大伙看这 这幅字这和珅写的 既学名理既久 而气质变焉 则暗者必名 弱者必立 录二成集句 这是二成的名句 二成啊 成诸礼学那二成 成号成语 和珅书 和珅写了字 这不错吧 那么和珅当了官之后呢 还是要苦练书法 这回有目标了 练什么 模仿乾隆的笔记 这模仿的有多像呢 乾隆自己都认可 和爱卿这字写的跟珍 可以一家乱真 咱们都知道乾隆啊 走到哪儿 愿意给人提诗提字 今天大伙去旅游景点 很多地方都有乾隆的提字 乾隆呢 有时候觉得懒得写了 怎么办呢 就让和珅帮着带笔 反正正承认 这就是正写的 所以咱们今天再去景点啊 有时候您看到那个乾隆的提字 那没准是和珅写的 再有乾隆喜欢写诗 一生出这诗集 写了几万首诗 和珅呢 就为了讨乾隆唤心 也开始钻研诗文 另外呢 乾隆喜欢旅游 和珅呢 就到处张罗着 您去东北基祖 去木兰围场打猎 去江南 下江南 视察河宫 反正给皇上安排着公务出差 其实也是玩去了 另外呢 乾隆还喜欢什么 喜欢排场 讲究气派 哎 那和珅就张罗 扩建圆明园了 修缮避暑山庄了 修缮皇宫了等等 另外呢 乾隆喜欢这文丸字画 和珅呢 就派人 包括他自己 到处去逃换这些古董文丸 另外呢 还有一点 和珅呢 伺候皇上 就像奴才一样伺候 哪怕是自己 当了高官之后 还是没改 咱们看好多朝廷的高级官员 那对皇上 当然是无比的尊敬 是吧 该下跪下跪 该行礼行礼 但是这朝廷的高级官员 你得有那个范儿 是吧 朝廷大员 不能失了朝廷的气派 可是和珅 不讲究这些 啊 就像奴才一样伺候 太监干啥 他干啥 比如说 皇帝若有 可拓之时 和珅以 逆气尽之 哎 皇上一咳嗽 和珅一听 呦 有坛 赶紧的 从小太监手里 端过这坛鱼来 跪在皇上跟前 把这坛鱼举过头顶 皇上 你来这个 这个一般大臣 你别看瞧不起 你还真就做不出来 另外呢 很关键的一项 这和珅呢 能治病 治什么病 治皇帝的心病 乾隆有什么心病啊 你看 乾隆这一生啊 执政是执政了63年 特别注重的 就是大权独揽 乾坤独断 这所有的决定 所有的权力 都要抓在朕的手上 这一点确实做得很好 这63年 从他登基 到他驾崩那一天 一直都没有被驾空过 这个呢 咱们在这系列的 刚开始的时候讲过 乾隆特别就 把所有的可能性 都给他扼杀在摇篮里了 要防止后宫干政 防止太监干政 防止臣子做大 架空自己 等等 可是呢 虽然是做得挺好 等到了乾隆晚年啊 这问题 麻烦越来越大 你想吧 自己年纪大了 这精力啊 大不如前 如果所有的事 都还要自己决定 自己在这操持 这事啊 实在是干不过来 干不过来怎么办 就需要帮手 那有人帮着自己干 这不就大权旁落了吗 所以啊 乾隆特要找到这个帮手 首先你人得机灵会办事 还是个傻子不行 那不把事全办砸了吗 另外呢 你还得在朝中啊 没有任何的根基 没有任何的资历 你只是靠着朕的提拔 朕哪天不想用你了 觉得你是个威胁了 随随便便一句话 就能把你搞倒 这人是谁啊 和珅就是最完美的对象 再另外呢 这和珅呢 还有个本事 会理财 哎 你看咱们今天那些富豪啊 都有自己专属的那理财顾问 这和珅呢 那就是乾隆的御用投资顾问 咱们都知道和珅有钱 还是大贪官 可是呢和珅那巨大的家产啊 可不全都是贪来的 也有不少是自己投资正来的 这说到和珅的投资啊 打着看看 这投资涉足的行业 实在是太广了啊 呃 跟大伙念念 这是一段罐口 有当铺 印铺 账局 药铺 客栈 杠房 古玩店 瓷器铺 工件铺 桂香铺 安占铺 粮食铺 石灰瑶 另外呢 和珅在门头沟和香山 还各有一处煤矿 另外和府啊 还有八十辆大车 组成了运输队 可以跑运输 再有呢 和珅还涉足房地产 咱今天要说涉足房地产 你就是买房 对吧 和珅这些呢 是卖地 在京城 在京城 直立 热和 奉天等等 很多地方 都有和珅的地产 这些啊 有不少 是皇上赏赐给他的 还有不少呢 是下属行贿 和珅收的礼 再有不少 和珅自己买的 和珅这买地买房啊 哎 倒是也挺有特色 反正他也不着急 还就等着 专门挑那个 谁家啊 资金周转困难了 急需要钱 哎 把手上这房产地产啊 要低价紧急出售 和珅这手去抄地 按咱们今天话说 这叫专买损盘 所以呢 眼见着和珅的 赚钱这么有本事 乾隆看着也一眼热 啊 这和爱卿你别好处 别光自己搂着 你帮朕也打理打理吧 朕这私房钱 也交给你帮朕打理 乾隆的私房钱在哪儿 就在内务府 啊 这内务府啊 负责皇室 所有的吃穿用度 所以呢 在乾隆四十一年 奉和珅 做了内务府总管 这和珅呢 刚做了内务府总管 真不白当 马上就给皇上建议 说皇上您看啊 咱这内务府 负责皇室的吃穿用度 但这一听 这是个花钱的部门 对吧 那您老这么花钱 有多少钱 他不得花光了 所以啊 咱得想办法挣钱 哎 要投资 用钱生钱 怎么挣钱呢 和珅呢 想来想去 给乾隆出了个好主意 想到了一个 创收的小妙招 叫啥呢 义醉淫 来使用 好 叔伯娘